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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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挂在口边说永远25岁 就是我总是25岁 是个很好的年龄 因为25岁大部分的人都是 刚刚已经练完书 出社会工作 一段期间了 处事 待人 都会比较有经验 而且比较懂 怎么去 任何事情 所以又年轻 又有干劲 每当谭基年龄 永远25岁 是谭永林的一句口头禅 正值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这位驰骋香港乐坛的殿堂级歌手 接受中心社专访 讲述自己半个多世纪来的奋斗之路 莫罪恩辛酸 心藏伤 不必废心理 去找真相 是谭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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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自信 能走到方向 这首《成功虚苦干》 是谭永远最钟爱的曲目 亦是他传奇人生的写照 1950年 谭永远出生在香港北角健康村 他的父亲谭江伯 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足球健将 作为家中独子 谭永远并没有按父亲的期望 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而是选择追寻自己的梦想 大三那年 谭永远突然恶极 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学业 病好后 谭永远开始在香港打工 他白天在文具店当营业员 夜晚则在酒吧 兼职通宵铸唱 在铸唱过程中 谭永远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 出于对音乐的热爱 这帮年轻人组建了一个乐队 1968年 一个叫Lusers的乐队横空出世 因为当时我常常去参加比赛 在鼠架的时候 我一个鼠架参加了八个乐队 其中一队就是他们 然后后来觉得他们最好玩 大家最投缘 我们去参加去比赛的时候 本来是去拿那个当面表格的 但是他们已经发光了 发光了我们就走了 然后再发现地上有一张表格叫 田的名字是叫Lusers 就是当时候的名字 我们是捡回来的 那个失败是捡回来的 但是靠我们的努力 就变成胜利 好景不长 这支失败者乐队存活不到两年就解散了 但谭永林不甘心 1973年 他又邀请了钟振涛和原班人马 重新组成了一个名为温拿乐队的组合 温拿乐队也称Winners 翻译成成功者 五位魅力四射敢闯敢誓的年轻歌手 也将经典港乐 逐渐从香港宏馆的舞台带向中国内地 东南亚日韩乃至全球市场 我们一推出第一张照片 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全东南亚 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台湾等等的地区 都变成榜首 然后我们去一些商场 当地一些商场去跟歌迷见面 我们的发型呢 还要依决背成一种桥流 他们很多 全都来年轻人都跟我们 跟风 1979年 谭永林丹飞后 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反抖星》 他的乐坛生涯自此一发不可收 1984年起 连续四年获得十大竞歌金曲最受欢迎南歌星奖 1991年 在春晚舞台上的一曲《水中花》 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1996年 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再获金针奖 成为史上首位两获金针奖的殿堂歌手 截至2022年 谭永林发行了专辑超过130张 创作的词曲超过100首 他的音乐剔除了此前粤语流行歌的礼语 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 创造出细腻浪漫的词峰和曲峰 也重新定义了此后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走向 有一些直播 常常会改编一些歌的 我也去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用我们的精神放进歌里面 有歌词里面 希望可以联系其他的年轻朋友 会鼓励他们一下 他们劳力工作 劳力学习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 香港文化娱乐行业的重心 开始往内地转移 香港流行音乐北上成为潮流 香港音乐人 与内地音乐力量的合作 与共生成为日常 港乐不再只属于香港 而是融入了 拥有最广大华语受众的内地市场 我在9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我们内地 然后被几年我们可能再重新再去一个地方 就以上认不出来 慢慢慢慢慢慢 从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现在连三线的城市都非常发达 文化交流 本来是将两地的对文化的看法 还是文化的哪种传统的感觉 要带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 两边交流看看 变成一加一就变成三了 以前谭永林与张学友 刘德华等28位歌手 受邀现唱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主题曲《钱》 对于这位香港乐坛老将来说 回归25年来 他亲身参与和见证了香港与国家的发展 亦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之前有的歌叫《钱》 我觉得这个歌要玄机的 这个《钱》也代表很多 我们一直要往前 往前面看 然后往前冲 机会都在前面 都在大湾区那边 交通优势在 然后语言都能沟通 机会真的放在眼前了 真的 那是能够抓住 好好的发展 好好的